花蓮市天王新的拆除进度还蛮快的 因为除了大钢牙之外 他们在左右两侧又新增了破碎机 把比较大的石块破碎成比较小的体积 甚至砂石大大辅助了整个拆除作业 花蓮市天王新大楼拆除第十天 目前已经拆除到三四楼 四楼楼地板已经拆了四分之三 三楼楼地板拆了四分之一 预计十四号晚上六点多开始 会陆续把剩余的土石清运出去 以利后续更多集聚进场施工 目前还没有发现猫咪的踪影 只是天王新旁边的住户不满 认为施工单位进行拆除作业 没有依照他们的需求 做好防护措施 所有的落石都往我们家这里掉 屋顶也是砸坏了 最高上线全倒450万 我们家又没倒 我也不可能 他不可能赔我450万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维修 我根本无法预估 百年日式建筑墙壁被砸毁 指控反应却没人理会 只希望县府能够帮帮忙恢复原状 县府澄清有做防护 也有尽量施作幅度小一点 避免落实掉落 造成临近住家毁损 一样原则上海是两周 预计大概说18号或19号会全部完成 那主体结构的部分 应该下周二就可以拆除完毕了 拆除完毕之后 我们会做周边的马路跟海水系统的 一些修复的作业 拆除第十天 大家只希望尽早结束 让生活步入正轨 但后续还有很多问题得一一解决 帖别新闻综合报导 来到一室屋收集站 看见自己心心念念的物品 受灾户相当开心 全家福照片整张完好 被放在一室屋任领区 对这名天王新大楼成型住户 是难得的好消息 就是有找到失误了 有全家福是不是真的很珍贵 虽然家没了 但能找到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心里还是感到欣慰 不过最让这些灾民担忧的是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虽然有当地善心民宿 提供灾民住宿 但期限就快到期 租屋处难找 还得担心采选和补助 尽快赶快找房子 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 可是相对的房租的部分 也怕说 可能因为这是有补助的部分 然后有些房东 可能会抬价的部分 一场地震生活步调全被打乱 不知找房困难 还得厘清自己符合 哪一种补助标准 花莲县政府公布的补助标准 实际居住在红黄单建筑物内的房屋 所有全人 补贴期限最长两年 非房屋所有全人 补贴期限最长一年 家中有三口人 每月八千补助 以此类推最高八口 可领一万八 但所有全人 未涉及花莲 每个月是一万补助 而过去类似的状况 二零六年台南围观大楼 受债户依评计算补偿金额 每户所有全人 最高三百万补助 拆迁贷款利息 租屋补贴 另外计算 是不是能有更完善的补助 以及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 赞明希望县府 可以有更完善的做法 原本的房贷又该怎么办 毕竟家没了 要等重建 相关损失那已估计 除了希望回到正常生活 也希望损失可以降到最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搜救任务进行到一半 突然 不远处大片屠时 突然开始崩落 眼看越来越不对劲 13号下午搜救队员 把腿狂奔 跳过巨石 往安全的地方逃 还跳进溪水里 要确保不会被落实给击中 等到确认安全无余 才终于停下脚步 退到五间屋 退到五间屋 然后跟外面联系 幸好8名搜救队员 没有被击中受伤 但一度受困在沙卡当步道内 因为当时他们正在进行 新加坡及富气的搜救任务 没想到碰上土石大片崩落 不得不暂停搜救 整个沙卡当步道的状况 都相当不理想 为了顾及搜救队的安全 灾区不适合再进入搜索 花莲县消防局和家属达成协议 14号开始无限期暂停搜救 等到安全无余 并且有发现新市镇 才会重启搜救任务 地震已经发生超过10天 新加坡自己的夫妻 存活几率越来越渺茫 家属一早来到沙卡当大桥 进行招魂仪式 家属不断哭喊 希望两人可以跟着他们回家 场面相当爱妻 两个姐姐 然后还有一个姐姐跟姐夫 还有几个新加坡的友人 他们的友人 家属是非常非常的悲痛 就是很难过 也希望就是可以 藉由这个让他们可以 安心的回 就是回去 来台湾完搭乘观光巴士 没想到在太鲁阁 碰上强证失联至今 搜救任务也被迫暂停 家属只希望可以等到 夫妻两人回家那一天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在地区地震不断 土石松动 阿里山林铁的边坡 树倒了 倒塌了树木 整个压在铁轨上 根本无法通行 短时间清理不完 林铁处只能宣布 14号从嘉义开往奋起湖 十字路来回总计六个班次 暂时停驶 地震频繁 也让民众吓得无法入睡 只能把车开到空旷处 躲在车内休息 硬力調整已造成加一連續地震21次 民眾擔心未來還會繼續嗎 上午9點50分左右 嘉義傳出了巨大爆炸聲響 從阿里山區到市區 不少人都聽到了 民眾嚇得衝出屋外查看 頻頻望天空 忍不住納悶 到底是哪裡傳來的巨響呢 原本大家質疑 這是不是與地震有關 但網友推測 應該是戰鬥機的音爆聲 嘉義空軍基地也證實 14日上午因為中共戰機侵擾 訓練確實有移到山區進行 TVBS新聞紀錦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